这样一次 然后应该脚还可以躺开 物理治疗在现今社会中 愈来愈普遍 不仅能应用在手术后的恢复 一般民众在生活中 也能将物理治疗当作日常保养 因为手术之后带来很多的限制 造成关节僵硬肌肉萎缩 那这些必然是在术后 就要立即开始恢复 因为有时候你会产生这个问题 不是一两天就发生 会建议说就是 就算你没有那些不舒服的状况 你还是一样可以做 可以避免你不舒服的状况发生 运动按摩是物理治疗的一种 许多人都会忽略运动按摩的重要性 但其实它在运动员或是人们运动前后 都能发挥到暖身以及放松的作用 更能够防止在运动过程中受伤 因为身体的肌肉只要有轻微的依靠 依靠着的压力 就能带来给肌肉松弛的效果 运动前暖身得到了效果 但运动过后的身体紧绷的肌肉 也可以透过这种按摩的方式得到缓和 对于动作训练 运动按摩减重 运动按摩体态调整之类的 其实都可以 那原理就是说你就是运动 然后配合你的按摩下去做一些伸展 你就可以让你目前的一个状况是好一点的 要针对疼痛部位或者是酸痛部位 譬如像左边屁股如果觉得不舒服 可以以左脚敲而狼腿 再将球摆到臀部下方轻轻地靠着 如果觉得压的感觉 这些酸痛感不会太过于疼痛 还可以稍微左右摇动 前后稍微移动 这可以让屁股深处的肌肉 臀部深处的肌肉得到放松 最近越来越多专业人士 包含在嘉义基督教医院任职的刘宗明医师 也会经营自己的社群平台 以贴近民众的角度 科普物理治疗知识 希望人们能够以简单的方式 舒缓疼痛以及预防病痛 我们其实不断地强调说预防剩余治疗 你在它还没有变得那么严重的时候 我们就赶快去把它处理好 我们要这样用俗敏 那更好是搭配时事 其实连一些长辈 他们也都会开始去看这些东西 然后问你说 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好的 或是不是不好的 物理治疗融入民众的生活 接触这些基本的观念及动作 不仅可以降低身体酸痛感 也能让身体更加健康强壮 重症易报 范江彩琴 黄新庙嘉义报导